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会加快发展新值生产力 这是习近平两会上提出的新词 但是法广评论认为能否说服西方大老板还是一个问号 而在中国年度发展高层论坛当中 包括苹果大老板库克在内的西方大老板 等待李强的并不是要听他致开幕词 而是论坛最后一天的与总理举行的闭门讨论 如同纽约时报24号报道的 在往年的论坛上 最后一天通常是总理跟首席执行官们 进行长时间的闭门讨论 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但是这种讨论今年却被取消了 而且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 这也导致了一些首席执行官放弃了25号的活动 在24号晚上就搭乘私人飞机离开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将会取代李强 在3月27号接见来北京开会的全球首席执行官 不过该篇报道也加了一道保险 表示不排除习近平最后一刻取消会面 的确习近平新时代的随意性比较大 去年应该要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一直未开 没有任何的理由 两会取消传统的总理记者会也是突如其来 而习近平要接见西方大老板也是打破了惯例 法广认为个别大老板或许对此深感荣幸 但是那些提前走调的大老板们肯定相当的失望 他们更希望跟中国主管经济的政府首脑私下的交流 这个创办20几年的全球大企业家论坛 通常是由国务院总理向全球的首席执行官 解释其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经济计划的好机会 特别在这样的时刻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消费疲软 私营部门投资下降 外国投资同比减少将近20% 北京举办这样的活动 应该也是有点亡羊不牢的意思 拉拢各位外国大老板来中国投资 但是习近平可能要亲自来做这件事情 法国世界报25号发自北京的消息分析 这个打破惯例的改变传达了双重信息 一方面或许国际企业遇到的问题 中国最高层听到了 另外一方面如果习近平27号出面 来会见国际大老板陈真 无疑将是习近平第三任期开始一年之后 中国权力绝对集中的心力证 对此观察家们也是见怪不怪 他们立刻想到之前的总理记者会 3月11号按惯例李强应该要举行总理记者会 但是全国人大开幕的前一天 公布了总理记者会取消的消息 而且不光是今年取消 今后几年也不会有了 虽然总理记者会不会有太多的新意 别指望能够曝出大新闻 但是这毕竟是三十几年来的传统 象征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外国记者盼望的与中国政府收闹 年度直接交流一次的机会 就这样被关闭了 总理记者会每年一次 习近平掌权以来 国务院总理也就只剩下一年这么一次 光芒唯一可能盖过习近平的机会 而现在习近平也不给了 法国世界报今年两会结束之后 有一篇分析说 从来不屑于回答媒体提问的习近平 可能不满时任总理的李克强 利用2020年年度记者会的机会 说出中国还有六亿人月收入不足千元人民币的大实话 让宣布脱贫攻坚取得到重大胜利的总书记如耿在喉 李克强2023年告别政坛后不久促施 习近平借此机会终结了这个传统仪式 从取消总理记者会到习近平可能亲自出马 跟全球首席执行官会面 显而易见的是习近平继续强化集权 一切都得听习近平的 李强只能够当忠诚的执行者 也难怪中央社有报道分析说 能见度越来越低的李强 越来越像是男一号习近平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 52岁的马化腾真的老了吗 近日腾讯现任董事会主席 见执行长马化腾 他的衰老照在网络广传 引发热烈的讨论 对此腾讯公关也紧急地做出回应 综合媒体报道腾讯上个礼拜公布业绩之后 本周一名博主发文指称 2023年才报公布之后数据还不错 但是马老板怎么突然老了 是有什么压力吗 并且配上了一张马化腾的宣老照 照片中可以看到马化腾几乎满头白发跟灰发 相关的消息也迅速地冲上微博热搜 不少网民感叹说 看起来真的变老了 确实步入老年了 一个时代的青春回忆 该张马化腾衰老图片 引发了腾讯公关部的关注 该公司公关总监张军在微博反驳指称 照片是P图 并且附上了马化腾 3月22号出席全国工商联座谈会的照片 微博随后宣布说 近日有少部分的用户发布跟炒作涉及企业 或者是企业家的不实信息 甚至有用户通过了P图来造谣抹黑 已经巡查全网流传的马化腾变老照的谣言 清理了8条相关的违规内容 至少有两名网红 因为相关的谣言跟影响恶劣 而遭到阶段性的禁言 甚至被关闭账号 目前原发文博主已经将相关的微博删除 此前不久 腾讯20号公布了 2023年第四季度 以及全年的财报 2023年第四季度 营收1552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了7% 调整之后 净利润达到了427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加了44% 2023年全年营收6090.15亿元 同比增长10% 经过调整 净利润为1576.88亿元 同比增长了36% 中国前首富王建林深陷财务危机 既之前变卖资产之后 现在又传出上亿的股权遭到冻结 综合媒体报导 根据中国企业数据网站天眼查的资料显示 王建林持有的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 旗下大连新达蒙商业管理公司 遭到江苏扬州市寒江区人民法院 冻结162亿元人民币的股权 香港财经媒体Bossmy报道 该案为金融借款契约纠纷 冻结期限从今年3月20号到2027年3月19号为止 根据财联社的消息指出 大连新达蒙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被冻结的起因 是因为万达旗下一个项目 跟民生银行之间产生的经营贷纷 相关案件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原告是民生银行扬州分行 被告是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万达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泰州海陵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万达茂投资有限公司 该案将在4月18号上午开庭审理 值得注意的是 这已经不是大连集团股权第一次被冻结 本月中旬 万达商业管理集团 才刚遭到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冻结了50.7亿元人民币的股权 换句话说 光是3月份 该集团就被冻结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股权 外界认为万达集团的股权被冻结 显示出万达的资金仍然短缺 资金链依然吃紧 目前万达商管程序债券有9支 存续的规模有69.02亿元人民币 其中一年之内到期规模有18.78亿元人民币 境外债的部分 目前万达商管存续美元债有3支 存续余额有12.4亿美元 其中一年之内将有2支美元债到期 到期的规模达到9.4亿美元 为了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 2023年以来 万达一直不断地在卖掉旗下的资产套现 根据中国媒体的统计 万达集团已经累计出售14座万达商场 其中包括了位于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万达广场 在万达多次寻求将物馆业务分拆上市未果之后 万达的资金问题已经成为了贯注焦点 根据报道王健林2013年荣登中国首富 2015年更超越了香港首富李嘉诚 成为了全球华人首富 不过2017年 一度传出王健林因为将大量的债务 留给中国国内银行 并且将资产转移海外 而遭到限制出境 2020年由于疫情问题 王健林的房地产跟电影事业都大幅地下滑 资产大规模的缩水 在富豪榜上已经不复当年有 此外碧桂园地产集团 近期也传出了新增多条股权冻结资讯 股权被执行的企业 包括了广州越东碧桂园投资等多家公司 冻结股权数额从3900万元到67.05亿元不等 合计冻结股权超过百亿 执行法院为山东省纪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林移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根据券商中国的报道 碧桂园在2月底曾经被债权人呈请清盘 但是碧桂园极力地反对 并在3月4号公告 该公司将在稍后的阶段 结合其境外重组的进度 考虑是否向香港高等法院来申请认可令 中国足协贪腐案26号作出宣判 中国足球协会前主席陈虚源被判处无期徒刑 赤夺公权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追缴违法所得权数上脚股库 中国足球协会原厂务副秘书长兼国家对管理部 原部长成永亮 恕罪并罚下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综合媒体报道陈虚源被指控 2010年到2023年 其先后利用担任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总裁 董事长 中国足协换届筹备组组长 中国足协主席等职识 为他人在项目承拦 投资经营 赛事安排等牟利 非法收受他人钱款总计达到了8103万余元 其中400万元为实际取得 陈虚源被指 受贿时间长并且次数多 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 受贿达到217次 陈虚源还被指控 在中国足协任职期间 为多个足球俱乐部跟地方足协 在赛事安排 连载晋级 裁判判罚等事项上面牟利 为他人谋举职务提拔 调整具有着定从众处罚的情节 26号法院宣判 被陈虚源处以无期徒刑 持夺公权终身 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追缴违法所得全数上脚股库 陈虚源当庭表示认罪 并以90度鞠躬 向全国的球迷来谢罪 他表示自己无脸面对广大的球迷 希望能够得到球迷的宽恕 另外中国足球协会 原常务副秘书长 兼国家队管理部原部长 陈永亮的案件 26号在湖北省贤宁市 贤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陈永亮受贿罪 刑贿罪成 恕罪并罚下被判处 有期徒刑14年 庭审期间 公诉机关指控陈永亮 从2015年到2022年 恋财51次 非法收受20多间球会 地方足协跟个人给予的汇款 总额高达1934.44万元 数额特别巨大 性质严重 影响恶劣 值得一提的是 陈永亮曾经牵涉到 2010年 时任中国足协技术部主任的 李东升的受贿案当中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 陈永亮的发展 从2015年起 陈永亮先后担任的中超公司 跟中国足协多个重要岗位 而凭借着其中国足球老人的地位 他在中超 中甲等各级比赛当中周旋 与某些球会相互勾连 对球会赢得比赛 调整场地 球员入选国家队 面出处罚等各项请托 有求必应 肆意地滥用权力 公诉机关还指控陈永亮 在中国足协寻求靠山 多次向时任中国足协党委书记 于宏成来行会 利用其权力 或者是影响力不断地升迁 为了要感谢于宏成 给时任中超公司董事长马成全 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赵财 中国足协换届筹组组长程序员打招呼 在提拔任职上面给予关照 他先后四次给予于宏成总计90万元 近期中国网络当局 不断地提升网络监控力度 四川一名在校大学生 在全国两会期间 使用翻墙软件浏览境外的网站 并将相关的内容转发到国内微信 遭到校方的处罚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国网信办跟网络远景 不断地提升对网络言论的监控力度 翻墙软件成为了网民 从境外了解中国的常用工具 不过中国法律规定违反着 最高罚款15万元人民币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海外社交媒体X平台 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25号发布消息 3月18号 四川工业科技大学 电子资讯与电脑工程学院的 一则通知显示 一名学生因为近期多次翻墙 浏览境外网站 并且将部分的内容 搬运转发到微信群中 被处以警告处分 该决定表示 该校电子资讯与电脑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学生 网络安全意识淡薄 无视学校关于学生正确使用 互联网的有关规定 2024年2月29号到3月11号期间 多次的翻墙软件浏览境外网站 并且将部分内容搬运 转发到国内两个微信群中 其行为违反了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根据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学生违纪处分办法的 第三章第25条规定 对该名学生进行警告处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脑资讯网络国际联网 管理战刑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 由公安机关则令停止联网 并且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者处于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报导指称 根据网民提供的手机截图显示 湖北省公安厅向一个手机用户发布短信报警 指称检测到他正在使用翻墙软件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请该用户停止使用 或者是前往就近的公安机关进行合法登记 否则将采取强制的措施 对此报导访问到广东一位手机维修人员透露 使用手机浏览境外网站 可以被轻易地发现 但是由于翻墙网民的人数较多 只要不是每天翻墙 一般可以避过警方的追查 一般来说警方会知道哪一个使用者在用翻墙软件 只要手机被网警装上的反诈骗软件 就会知道你在做什么 所以现在翻墙要特别的小心 继美英同时宣布对中国黑客发出制裁之后 新西兰政府也跟进 表示由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 曾经对新西兰国会电脑系统实施恶意的网络 已经向中方提出关切 对此中国驻新西兰时官表示 中方坚决拒绝该毫无根据不负责任的指控 已经就此向新方有关部门提出严正的交涉 表明强烈的不满跟坚决的反对 综合媒体报道 新西兰当局指出 政府通讯安全局发现 获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APT40 涉及到2021年一宗针对新西兰国会服务 跟顾问办公室的恶意网络活动 获取有关新西兰政府运作的重要资讯 当中不包括敏感或者是战略性内容 但是黑客删除了部分技术性信息 可能导致更多的入侵活动 对此中国驻新西兰时官发言人表示 网络攻击溯源问题高度的复杂敏感 在调查跟定线网络事件时 应该要有充分的客观证据 而不是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污蔑抹黑他国 更不应该将网络安全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发言人强调中方过去从未 未来也绝不会干涉 包括新方在内的其他国家内政 指责中方干涉新方的内政 完全是找错了对象 希望新方跟中方相向而行 通过建设性的对话沟通 而非麦克风外交 妥处彼此间的分析 不断地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跟英国政府3月25号 同时宣布对与中国政府有关的一家公司 跟两名个人实施制裁 原因是他们从事了一系列 针对英国选举监督机构 以及美英两国议员的恶意网络活动 分析人士指出 美英同时制裁中国实体跟个人 正值美国商界领袖参加中国高层论坛 美国财长叶伦即将访华 以及美国国会激烈地辩论 如何处置TikTok这样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期 其影响力可能会更加地深远 对此 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瑞恩施认为 这一次的制裁有一点不同寻常 因为它由美国跟英国联合发起 并且将这些活动 跟中国政府的一个部位直接联系起来 还提供了一些关于中国在美国的具体活动 跟其受害者的细节 他分析这表明了美国的高度关注 制裁是否会产生任何的效果还很难说 因为这些人可能在中国不打算来美国 所以不太可能逮捕跟惩罚他们 不过将这个事件的细节公之于众 会让中国政府感到难堪 可能会使他们的某些行动有所收敛 由于这是跟英国联合发布的消息 因此也提醒了其他国家的政府 他们也很容易受到同样的入侵 应该要加强自己的防御措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7号下午会见访问北京的荷兰首相吕特 两人面对面的会谈直面交锋 吕特直接提到荷兰指责 中国政府支援的网络间谍事件 而习近平也针对荷兰限制光科技对华出口 毫不留情地表示 任何势力都没有办法阻碍中国科技发展进步 美国之音报导 吕特造访北京跟习近平会谈时 当面提到中国政府对荷兰国防部的网工 吕特受访时坦言 荷兰已经非常公开地将其归咎于中国 这是对荷兰国防部的袭击 荷兰的军事情报跟安全局 已经确定并且归咎于中国 所以他认为当面向习近平提及此事是理所当然的 荷兰军事情报跟安全局上个月表示 中国国家支援的网络间谍去年进入到了荷兰的军事网络 并表示这是中国针对荷兰及其盟国的政治间谍活动趋势的一部分 这是荷兰首次公开将网络间谍活动归咎于中国 目前两国之间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加剧 北京一贯否认有关网络间谍活动的指控 并且表示反对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 美国跟英国官员25号提出指控并且实施了制裁 并指责北京进行了全面的网络间谍活动 据称网络间谍活动袭击了数百万人 包括议员学者跟记者以及包括国防承包商在内的公司 不过习近平也不是省油的灯 德国之声报道 在会晤到访的荷兰首相吕特时 习近平针对荷兰限制光科技对华出口 毫不留情地表示 脱钩锻链没有出路 割裂产业链只会导致分裂跟对立 任何的势力都没有办法阻碍中国科技发展进步 中国外交部的一篇新闻通稿透露 习近平在跟吕特会晤时说到 经济全球化或许会遭遇逆风 但是历史大势不会改变 脱钩锻链没有出路 开放合作是唯一的选择 习近平还表示 你输我赢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早就已经过时 并且警告人为制造科技壁垒 割裂产业链供应链 只会导致分裂跟对立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通稿 吕特在会晤时也表示 脱钩锻链不是荷兰政府的政策选项 因为任何损害中国发展利益的行动 也会伤及到自身 除了这份通稿 中和双方站位披露本次会谈的更多内容 对于吕特提出的有关中共网络间谍问题 更是直字不提 除了中和领导人对谈之外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7号也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荷兰贸易部长范乐文 双方重点就光科技舒华跟加强半导体产业合作等议题 深入的交换意见 王文涛表示 中方赞赏何方坚持自由贸易 视何方为可信赖的经贸伙伴 希望何方秉持契约精神 支持企业履行合同义务 确保光科技贸易正常进行 同时要防止安全泛化 共同维护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范乐文当天在X平台发文说 他与王文涛进行广泛的交流 他认为双方能就市场准入 企业公平营商环境跟敏感技术等 无法立即达成协议的议题 进行讨论是一件好事 不过此前范乐文26号接受荷兰媒体采访时说到 他将捍卫荷兰光科技巨头阿斯麦的利益 视为首要任务 但是他也说到 跟合作伙伴的国家安全因素 会放在经济利益之前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27号发表讲话时 对中国向全球输出产能过剩 可能造成的市场扭曲表达了关切 他说他打算在他再次访华期间 把这个问题作为关键的讨论议题 美国之音报导 财政部长叶伦27号下午 参观美国太阳能电池制造商苏尼瓦 在乔治亚州诺克罗斯的一个工厂时说到 过去在钢驴等产业 中国政府的扶持导致了大量过度投资 跟产能过剩 中国企业希望以压低的价格 将他们出口到国外 这样做维持了中国的生产跟就业 但是却迫使世界其他地区的产业萎缩 现在在太阳能 电动汽车跟离离子电池 这些新产业当中 也看到了多度的产能建设 受到疫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 最近几年出现了急剧放缓 疫情过后 经济复苏仍然发力 在北京推动新的增长驱动力 也就是包括电动汽车跟电池在内的 被称为三星经济产业之际 人们对于这些领域可能出现产能过剩感到不安 叶伦表示 中国向全球输出产能过剩 不仅会影响到美国 而且也会影响到全球供应链的稳定 跟经济的韧性 中国的产能过剩扭曲了全球价格跟生产模式 损害了美国企业跟工人 也损害了世界各地的企业跟工人 个别企业面临到的挑战 可能导致供应链集中 从而对全球经济韧性产生负面的影响 他补充说 他越来越多的从工业化国家 更新新经济体的政府官员 以及全球商界那里听到这些担忧 他说美方在之前跟中国的讨论当中 提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而他计划在他再次访华期间 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作为讨论的一个关键议题 叶伦去年7月访问中国时 受到高规格的接待 中方罕见地安排他 跟多位负责财经问题的 高层官员会晤 包括总理李强 副总理何立峰 以及已经退休的前副总理刘鹤 不过叶伦在讲话当中 并未提到他下次访华的 具体日期跟安排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的报道 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 两位行政当局官员的话说 叶伦将在4月初访问中国 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则说 他4月初访华的行程 包括了广州跟北京 对此美国财政部并没有回复 美中经济工作组 今年2月在北京 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会议 美国财政部当时表示 美国官员坦率地提出了 关切的问题 包括中国产业政策 做法跟产能过剩 以及因此对美国工人 跟企业的影响 中国方面 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刘彭宇 没有直接回答美国之音 有关叶伦访华的具体行程 但是他重申 美中双方在经贸问题上面 一直保持沟通 两国的财经团队 继续就宏观经济政策 经贸等问题展开对话协调 中国经济衰退 金融系统也蒙受其害 网传中国招商银行北京分行 发起的北京保卫站 声称对公存款年减800多亿元 中港媒体相关的报导 传出被删除 综合媒体报导 近日网传一份招商银行 北京分行内部的 对公存款北京保卫站倡议书 其中提到截至3月10号位置 该分行对公存款比上年减少800多亿元 在全行所有分行当中 排名倒数第一 因此要求分行内 批发条线全体干部员工 发起所谓的北京保卫站 所谓的对公存款 是指商业银行以信用的方式 吸收的弃事业单位的存款 该创意书的措辞相当的激烈 使用了北京危机 至暗时刻 生死存亡 死都要站着死的词汇 创意书中还表示 该分行曾经创造了 每年存款增长千亿的辉煌战机 刷新的存款规模万亿的历史记录 甚至超出了中行跟农行等国有大行 成为系统内的一面旗帜云云 上述创意书传出之后 一度引发热议 网民表示 作为商业银行龙头的招行尚且如此 其他中小银行的处境可想而知 还有人说 招行北京分行的对公存款全行倒数利益 曝露了中国首都北京的经济困境 25号香港媒体凤凰财经报道了此事 并且引述招商客服的回应表示 正在紧急核实倡议书的真实性 有结果之后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 不过网民等来的不是招行的调查结果 而是上述倡议书被全网封杀 联凤凰财经跟中国媒体金融界等媒体的相关报道 也随之被删除 网易平台上一篇文章指称 招商银行以往一直是中国商业银行当中的优等身 个人业务用户接近洋溢 是观察中国财富状况的一扇小窗户 文章总结的招行刚刚发布的2023年年报 其中数据显示 招行2023年营收比2022年减少1.74% 其利息差的收入跟非利息收入都在减少 但是年报依然硬撑着宣称说 净利润1466.02亿元 同比增长6.22% 年报还显示 招行2023年贷款增速仅仅只是个位数 但是公司的存款跟个人的存款增速 分别高达20%跟48% 总规模达到3.68万亿元 比三年前差不多翻了一倍之多 文章指出存款高速增加的原因 无非是企业跟个人对经济前景的不乐观 文章还说 客户不配合的话 老板们就会把目光盯向员工 年报显示 招行2023年员工数量比2022年 还增加了3500人 但是跟工资相关的员工费用 却从706亿降到了703.5亿 还有4415位员工被执行绩效薪酬追索扣回4329万 这两项相加就给招行省出了3个亿的利润 如何能让中国的房地产真正的恢复繁荣呢 被誉为中国私募之王的泰蒙投资集团执行董事长 善伟健表示 中国房地产尚未转为为安 政府应该要全面松绑限制 让市场恢复自我调节 在此前几天 中国央行行长潘工胜也曾经表示 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 德国之声报导 泰蒙投资集团执行董事长善伟健 26号发出呼吁 建议中国放松房地产抑制政策 恢复市场自我调节的功能 彭博社报导 善伟健认为 中国房地产市场尚未转为为安 在发给彭博社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指出 当市场发展过于缓慢之际 目前的限购措施就会雪上交双 他补充说 尽管政府已经放宽措施 但是现在是全面松绑的时候了 善伟健还以香港为例 表示政府取消限制已刺激房地产市场之后 房产交易快速的复苏 今年2月 香港取消了所有额外的印花税 其中包括了购置第二套房产 以及两年之内销售住房的印花税 多家房地产开发跟仲介机构表示 受到中国大陆房地产债务危机 以及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影响下 大量来自内地的买家正在涌入香港的楼市 房地产公司估计 目前香港新房的销售当中 中国大陆的买家占比高达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不过中国央行行长潘公胜 25号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年年会时表示 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一些积极的信号 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具有坚实的基础 房地产市场波动 对金融体系的影响有限 根据财新网报道 他还表示 中国经济保持回升向好的态势 有能力实现全年5%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 中国房地产市场近几年持续的低迷 不仅拖累经济增长 也导致消费者资讯不足 三月初的两会期间 中国住房及城乡建设部部长霓虹曾经表示 目前房地产市场正在调整 稳定市场的任务仍然兼具 不过他也补充说到 从国家城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 房地产仍然有很大的潜力跟空间 为了要提振疲弱的楼市 政府也采取了多项刺激措施 包括允许部分城市下调手套住房贷款利率 对卖房一年内再买房者给予退税优惠等等 这个礼拜北京再出台新规 废止离异三年内不得经内购房的限购政策 这也引发了大批网民的热议跟吐槽 有网民说就连北京的房子都卖不动了吗 也有人说你不买我不买明天还能再降两败 也有网民写道那把婚姻冷静期也取消了吧 有人写道我们能有啥看法 想买的时候不让买 不想买的时候又拼命股东买 就像想生的时候不让生 不想生了又天天画饼让人生 还有一些人感叹到北京都要就是了 彭博社指出知名投资人善伟健仍然看好中国楼房 他援引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 一月份的研究报告指出 中国去年的二手房销售依然强劲 凸显出了消费者的需求 他还引用中国统计局的资料表示 根据过去30年的统计 中国商业化住宅空间达到了144亿平方米 人均平均生活空间为41.76平方米 推算出只能够容纳大约3.45亿人 他表示基于过去30年的建设速度 还需要120年的时间 才能够建造出足够的住房 来满足14亿人口的需求 善伟健也指出 房地产低迷也在削弱消费 人们害怕或者是不想再消费了 中国政府也因此应该要考虑取消购房的限制 中国外交人士一栋大 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大使将卸任 63岁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则将反国担任博敖亚洲论坛的秘书长 另外中国外长热门人选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 被外媒问到是否将接任外长一职时 巧妙的回答也引发外界的关注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 继中国驻南非大使陈晓东 反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 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大使也将卸任 3月25号 傅聪辞行拜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伯雷利 双方就中欧关系跟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流 58岁的傅聪曾经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跟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 特命全权裁军事务大使 外交部军控司司长 首席国际组织方面的事务 盛传将接替63岁的张军 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虽然同事负不及 但是肩负更重大的使命 而张军则将反国担任博奥亚洲论坛的秘书长 继续发挥余热 博奥论坛2024年年会26号 在海南博奥拉开序幕 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 28号出席开幕式 并且发表主持演讲 据了解这一次的博奥论坛 也将进行理事会的换届 改选出新的领导层 由中方主导的博奥论坛 诞生于2001年 成员国主要是亚洲国家 理事长由外国老同志来担任 秘书长则由中方出长实际操盘 理事会一般三年一届 李宝东已经当了两届总共六年的秘书长 现年69岁 相信即将卸任由张军来接替 张军出身外交部国祭司 当过前国务委员唐家玄的秘书 驻荷兰大使 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 外交部部长助理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巧合的是 李宝东也曾经当过常驻联合国代表 张军如果接替他来操盘博奥论坛 也不令人意外 另外新岛日报 引述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正在当地访问的刘建超 27号与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林 来进行对谈 刘建超2022年担任中联部部长之后 多次的外访引发关注 李慧林问道 中联部接下来会不会跟积极的 与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党级交流 甚至是超越党级交流呢 对此刘建超回答 中联部是中国整体外交的一部分 外交部更多的集中在政府外交 而中联部则是主抓与其他国家政党之间的联系 李慧林又问道 中联部跟外交部人员之间是否流动 刘建超说流动很多 他的好几位同事都曾经在外交部工作 所以中联部跟外交部之间的配合非常好 相得益彰 李慧林在追问 包括部长的流动也会比较自然吗 此时全场爆发出一阵笑声 刘建超则回答 部长的流动挺自然的 他紧接着说 不仅仅是外交部跟中联部 各个部之间的部长交流也挺多 他以自身为例说道 曾经在中纪委 中央外办跟地方都工作过 他说外交管马 战事放到哪里 就在哪里战斗 就在哪里工作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请您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